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我们这个ApacheQ ROS社区的演进 刚刚Tyson老师帮我也做了一些介绍 这里就不多说了 然后后面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主要是 有以下四五分 首先是我会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的营运场景 解决的用户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后面呢 第二个是介绍我们在进入Apache 复华期之前我们的一个 运营的状态 我们怎么运作的 然后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基于这些问题 我们寻求了社区的帮助 然后怎样去进入到Apache复华期 然后开始呢我们的复华期之旅 然后最后以及是我们今年毕业 我们在这个毕业过程中 一些总结的一些要素 以及我们的一些知性 首先之第一部分是 Q-ROS的一个简介 Q-ROS呢 是一款分布式QV数据库 它是用ROG-CP作为集中的存储引擎 并且兼容Redis协议 那它的目标呢 是解决这个Redis在于 在内存充分过高 以及容量有限的问题 然后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海量QV 的一个存储的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出现 并不是说是取代Redis 因为我们知道内存和磁盘 是有本质性能的差异的 那我们其实是作为Redis 一个补充的场合去解决问题 然后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说 是和HBase那样的 QV数据库这样一个 类似的作为一个海量QV的一个解决方案 下面是我们列出的 一些主要的特性 比如我们是支持Redis协议的 并且支持大部分数据结构和命令 因为无可疑就是无感的 从Redis迁移到QVROAD 然后我们对于Redis的一些高预特性 像Lua S5 Pubsub 也都是支持的 区别于Redis 我们实现了一个Namespace 隔离的方案 不是像Redis那种多DP的方案 我们做了Namespace 而且还支持这种Auth的认证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 用一个比较巧妙的方式实现了这种 主从的复制 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数据库在复制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额外的一份Blog 这一块我们是使用的 ROG CDB原生的 WL来实现的主从的一部复制 在高科应这一块呢 我们其实是兼容Redis Sentinel 就是说用户其实之前在使用Redis Sentinel 做这种故障的检查和切换的时候 到QVROAD 一样也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这样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然后对于我们的机区模式呢 我们也是自研了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中心化的一个 原数据管理方案 区别于社区的那种去中心化的方式 这个呢 而且我们还做到了 和Redis Cluster的这种SDK 是完全兼容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用户从Redis Cluster 集群到我们这种中心化的一个 这种集群 也是五感迁移的 更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官方的一些文档 然后以及我们项目 也欢迎大家提一些EaseU 和EasePR 第二 part 就是介绍一下我们 我们进入Apache复化器之前的一些状态 首先是我们之前的一个 运作的方式 我们之前呢是通过几个朋友 一起结析在一块儿 我们成立了一个Craw Team的一个运作方式 然后当时一共有四位成员 来自Atership,百度和美图的公司 然后当时我们是这个项目 就放在Github上 然后也是由我们主要几个人去做这种代码的Reo 然后以及我们是手动的去合并 这个Commit 然后去补充一些在Commit 合并的时候的一些背景信息 以及做一些发展的工作 当然为了我们去推广 这个QROS的产品 因为其实市面上有类似的这样的产品 然后我们在去推广的时候 其实也遇到了一些压力 然后我们创业了一些公众化 然后发表了一些QROS的一些文章 包括怎么去使用它 然后它的一些地步的实现 也让一些媒体帮我们去转载 也收获了一部分用户 然后后面是我们其实也是 就几个人去协商 去制定这个项目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在年初我们会制定一下 一些我们这年度的规划是什么 然后我们一些这种要做的非事 然后去发版的一些计划 这是我们当之前的一个机制 但这个机制其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其实我们这些人 都是被社区做过贡献 就是被比如说Redis 那个Google的一些代码 做过一些贡献 甚至说CB、LDB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这种贡献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去 运营过一个社区 就是这个社区 我们作为这种管理者的角色 然后怎么去吸引更多的一些用户来用 这个我们其实是没有经验的 然后也没有这种开源 达到一些这种指导 或者是之前前卫的一些指导经验 所以我们其实之前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些想法 来去运作这个社区 然后这个社区呢 虽然我们也通过一些方式去让大家去关注 但是呢其实是整体的关注度 还是并不是特别高的 然后贡献者也是比较少 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困境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发版的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这个发版的流程之前 并不是特别的确定 周期也不是特别的困境 可能一段时间不发了 也可能就是一段时间会连续发几个版本 就是人员也比较少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后面其实我们在那个阿发器 复华器之后 我们也非常注重这一点的问题 所以其实面临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就想我们是否能够寻求一些这种开用机会的帮助 之前其实市面上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经营会 但是我们仍然觉得阿发器复华器 阿发器经营会是更专业的 然后我们其实就联系了一些朋友 让那个朋友帮我们去寻找一些这种 然后在复华器里头比较有经验的老师 也是我们第三part的内容 也是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复华器之旅 那首先是我们那个通过朋友介绍 去认识到了陈亮老师 然后陈亮老师然后说 帮我们找了一些在开源市区里头 非常活跃的一些老师 像基森、佩晓桥、JB 以及王格拉斯影的这个极背老师 然后我们是接着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 去完成了这个申请 然后去一起去书写文档 然后去做我们一些这种开发者的认证 然后去按照阿发器的规范去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也是在去年的4月23号 我们重视的进入了阿发器复卦器 然后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些比较有理程碑的 或者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首先是我们基于为PMC新成员的加入 就是刘明昂同学也是叫Twins 大家来自中国 然后对于Twins的加入其实是有个小故事 就是是基森老师之前是写了一篇介绍编译的一篇文章 然后其实Twins跟基森老师有交流之后 就是发现QRoss在编译构建的工作上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当时呢我们其实是有两种编译方式 一个是make的方式 一个是cmake的方式 但是我们默认是一个make的方式 这个make的方式 在我们引入很多这种依赖的时候 就逐渐的发现其实是非常难以管理的 而且经常有用户在编译的时候出现问题 然后又提一些in series 然后很多的时候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Twins呢是对这一块进行的一些重启的改动 我们就改成了通过一个cmake的方式进行编译 并且还搭建了这种proxy的一些方式 让这个编译工作更简单 同时也优化了一些编译的选项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一个用户过来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贡献者过来的时候 如果他在本地去编译代码 都非常费劲 那他不可能去贡献代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也是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贡献者进来的一个前提 然后在Twins去完成这个编译工作之后 然后我们其实那会儿也是邀请Twins进入 它其实在C++这块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然后对我们的C++代码风格做了一些成购 采用C++17的一些风格去成购了我们很多代码 包括像一些安全的内存释放 以及文件FD的释放 这些东西都做了一些大量的成购 以及我们整个代码的从命令的解析到处理的一些过程 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一些改进 然后让其实这些改进呢 可能说是在那功能上没有什么一些变化 但是在我们去增加一些新功能的时候 它的安全运动是好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这种内存释放 可能刚开始要有一个申请 后面有一个free 但是现在我们比如说用这种guard的方式 直接有一个生命就可能了 不需要再去释放了 这个对我们一些新的用户还是非常友好 以及像我们这种文件FD的打开和关闭 只有一个打开过程就行了 这个FD的关闭随着我们离开作用域就直接释放了 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 刚开始这会儿 其实我们对于C++高版本的这种东西的聊天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其实Twins也为我们注入了一些新的力量 然后再一块就是Twins为我们做的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支持了TRS加密 我们知道一个数据库在如果说是这个传输链路上是不安全的 可能会被应用的这种场景也是受限的 所以就是Twins支持了这个TRS的一个加密 让我们整个这个数据库的安全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其次呢像这个还做了很多这种像15 我们其实QROS也是支持15功能的 像这种15还有一些命连做了很多的优化 其实Twins加入到社区之后 现在仍然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管理者了 然后帮我们去review代码和和平代码 及在一些方案的讨论给C++一些指导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兴奋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广泛的多样的 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位也是我们的一位海外的committer 一个加入来自乌克兰的一位同学叫Tovig 其实Tovig的加入呢是我们也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加入的时候是从一个小小的故事开始的吧 是最开始他并没有去踏实到这个项目 而是他的朋友他们在自己的公司里使用了QROS 因为他们也是有一个降本的需求 在review代码成本比较高嘛 然后他就切换到了QROS 但是发现QROS有一些功能其实是不完善的 或者说是review代码不断的在发展 而我们QROS它的功能主要还是集中在review代码的4.0的时代 比如说像5.0开始支持的这种新闻数据类型 是作为一个轻量的一个消息队列 当时是QROS是不支持的 然后他的朋友希望Tovig帮他去完成这个事情 然后Tovig在完成了他们内部版本的开发之后 也把这块功能提交给社区了 然后提交给社区之后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讨论和review 然后最后把这块代码合到了主线 然后其实在这个交流过程中 Tovig会觉得我们这个社区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 然后大家非常愿意交流的一个社区 所以后面他就持续的为这个社区去做一些贡献 然后包括一些交流 然后像他做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实现了unique socket的一个通信 对redis and list的数据类型 像LM5和Lpop支持了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命令 然后当前呢他也一直活跃在这个社区里头 帮助我们去做这种代码的review 一些方案的一些评审 然后以及我们的版本的发布其实都是有参与的 然后再一个是我们在幅画期中我们的一些项目 一些管理的一些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就是我们这个在幅画期中我们一共发布了五个版本 从2.1到2.5 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有意识的或者有计划的 我们是邀请了更多的这种committer来去参与这个发布 就是我们之前的发布可能就比较单一 然后就很担心我们如果说后面 由于某些原因有些committer可能会做其他事情 我们又及时来发布这些版本 我们就共注成这个committer的多样性 我们就会邀请不同的成员去做这个版本的发布 去按照A87的规范 有段去熟悉这个流传 然后我觉得是随着后面我们即使有同学去做其他项目 离开了我们依然可以让这个项目健康的发展下去 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演技是怎么去做的 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设计或者我们想做的东西 我们都是放在GitHub的这个project的这个管理的方式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一个project的方式 分成了这种backlog to do in progress 和down的状态 就是backlog就是我们会想到一些idea 或者是我们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一些用户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微信交流群啊 比如说一些跟朋友交流的时候 一些东西我们会放在这儿 然后如果有一些开发者对他感兴趣 或者说我们自己想去实验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拉到to do里头 然后会有一些人说我想做的话 就会认留给他 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觉得有些功能 不必要去做 这个也都可以去大家一起讨论的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功能也的确是 因为大家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推迟了很久 或者说是一直就没有做 然后当我们这个项目有人去做的话 就是在开发和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在progress这个状态 这时候呢 我们通常就会把我们的设计 其实都会放在我们的incereo或者pr中的 这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 然后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在那里头比较清晰 甚至是之后我们做一些backlogs 也能够追逐到之前的一些这种问题 最后我们做完了就是一个down的状态 所以是通过这个看板 大家就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社群正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一起想做什么 或者说是大家想有什么新的idea 也可以提出来在discussion上进行讨论 然后我们会把它挪到这里头 然后大家一起去看这个东西 其实这里想说明的一点就是 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完全公开的一个方式 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是某一个特性 说是公司的想做的 然后让这个整个项目就是沿着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业务特性去演进了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然后因为有功德的关注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失措方面就会好很多 然后再一个讲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变化 我们加入到APA伏换器之后 我们的贡献者也从原来到27个 增加到了现在的82个 然后我们在这期间也新增了900家的一个PR request 然后基本上都是合并了 然后我们也有新增了300多个insu 而且也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resolve的状态 然后我们在伏划器期间是新增了四位committer 最近其实我们这个是在前一段时间去做的 现在我们又增加了三位committer 其实从这张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 从我们加入APA伏换器之后 我们整个committer的数量 commit的提交的个数 是比之前有一个非常大的增长 然后我们的这个用户其实也是有了一个很多的增长 像在国内啊现在美图鞋虫 包括我所在的公司百度啊雪球 霍拉拉都是在使用QROS 当然这里还有一些用户在使用 但是没有去展示到这上面来的 而且我们其实在海外也有的一些用户 像欧洲的这个server.lu coindex 还有一些游戏公司 以及像日本的unex 他们其实都是在使用QROS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就在我们那个github上列了一个incu 就是如果你的公司在使用的话 或者说你想要有什么特性 或者说你现在正在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提交上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现在正在用的一些情况 但是其实我们提了这个incu之后 提这些信息的用户比较少 但是当我们在加入到APA伏换器之后 很多公司就会很快速地提交上来 我觉得这也是APA伏换器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力 当然我们带来的这些口碑也会让用户觉得 我们这个项目可能会更好地去维护下去 然后会做下去 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毕业总结 我们其实差不多用一年多的时间去毕业了 然后我这里列举了一些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毕业的要素 或者说我们在实验过程中觉得非常应该关注的一些东西 当然对于毕业的要求 APA伏换器是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的 但是大家确认规范去卡不行了 但是我这里去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点 首先是我们因为是加入到了APA伏换器 首先我们也肯定要尊重它的规范去做我们的开发 和那个发版以及吸收computer 我们一般的这个流通女士肯定是需要有一个讨论 然后有各个PMC啊 或者是我们的computer去check我们的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做一个投票 然后走完这种流程 那这是我们必须去遵循的一个这种规范 然后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已经要保持这个项目的活跃 然后有些用户提到一些功能或者说是一些需求 我们可以直接讨论 然后让这个项目持续的去接待下去 如果说这个项目逐渐的没有什么了 什么新鲜的声音可能就是大家也不愿意去做了 然后这个项目可能就不是很健康了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和讨论的环境也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我们现在这些computer也好 PMC成员也好 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社区 其实在交流的过程中觉得非常轻松 然后会一步步去参与到这个社区 其实对于我本人而言 其实我刚开始去参与那个RED社区的时候 就遇到一些问题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提交的一些功能是他们没有遇到 然后社区的一些这种管理者 就会觉得这个因此又没什么用 其实但是实际上真的是我们客观的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也触发了我们现在的一些case 其实这里想说的是 有些客户的有些用户他们提出的问题 看上第一眼看上去可能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也可能是真正的一些线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去多去关注一些这些比较细的一些问题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里肯定会有一些人 他们是使用的不规范导致这些问题 这个会有 但是大部分我觉得提交的这些问题 都是一些实际的先让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已经要可以去做 做好我们这个发版的规划 然后去累积我们的这种发版的数量 然后也要请更多的committer 去做我们的release manager 然后因为这样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无论说在什么情况下 能有更多的人去做这个发版 比如说我们在最近的这个2.5.0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个bug 然后需要一个紧急的修复 然后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人熟悉整个发版的流程 所以让这个发版会非常迅速 这里我觉得也是我们所有扶划器需要去储备的一点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pmc committer 或者说是contributor 我们要注重它的多样性 现在呢我们其实 committer这些成员 其实已经来自十多家公司 这个呢其实就意味着我们这个 不论说开发也好还是迭代也好都是来自不同公司的一些想法 不会说是走偏的那种问题 更不会说因为某一家公司的成员离开 导致这个项目就发展不下去了 它的健康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就是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积极的与用户去交流 比如说我们在微信群里也好 然后在我们的slag上面用户反馈了一些问题 然后其实那些问题有好多时候也是 真的是我们的一些bug 然后这样呢我们收到用户的反馈之后 然后能够快速的一个去修复 当然我们也要去急的去推广这个QROS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国内的像在微信公众号上 在国外我们用media去那个推广QROS 然后吸引工作的用户然后参与交流 然后形成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 然后这个项目也更健康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刚刚在Micro 跟一位就是开源的一个小伙伴上聊的 他说你们QROS毕业挺快的 其实我们其实是从22年的4月23号 然后进入娃娃奇复华奇 然后到今年6月份就毕业了 整个毕业的过程是比较快的 这个比较快其实是有太多人对我们进行了帮助 首先呢我们要感谢其实贡献者 因为贡献者其实是让这个项目活跃健康发展的一个 这种圆权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是也非常注重的一个就是我们的release member release manager 其实每一次去我们做一个发本的流程 都是我们去学习阿娃奇背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在去做这个活动中也会犯一些错 包括一个社区的一些导师啊 像佛华奇的一些导师都会给我们去提出我们一些要改进的方案 然后导致现在我们的发本流程就会更快更好 然后就是还有也是非常感谢佛华奇导师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们的这个佛华奇导师不仅是说是给我们一些指导 比如说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去说是传授我们一些阿娃奇的一些云用理念和这种行为准则 其实像提升一些导师在内的都会参与到这个代码的开发 然后一些社区的建设 通过这种身体力行的一些这种行动 然后去帮助我们去完善社区 最后也是我们这个项目要感谢的是我们QBROS的用户 因为其实我们做一个项目就是最后大家用了才有价值 要不然其实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一个自寒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一年中也收获了很多用户 对我们的反馈是我们现在去改进我们项目 其中我们项目的最大的动力 比如说现在大家一起反馈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在线关收据的 这样的一些场景 然后是让我们这个项目可以去发展更好 这是我们社区的动力 也是我们觉得我们一个价值的来源 感谢大家志祺师傅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从你们进入孵化到孵化的过程到最后成功毕业 这其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者是挑战是什么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谢谢 谢谢 这其实是我们集圈是我们这个项目感觉应该如果说应发展的一个健康度来说 我感觉是一个有点偏微笑曲线的 先我们刚进入阿巴西社区的时候其实非常活跃的 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个可能这个新鲜介绍不好出了之后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committers有一个工作的原因 不是特别积极地去做这个这样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些下巴的 然后当时我们主要的一个其实解决的思路就是我们吸引更多的一些这种贡献者 比如像那个海外的这种Taupeg 然后我们国内的这种Twins 以及我们一些高校的一些同学 然后去做这个项目的开发 然后后面就是越来越多的贡献者去贡献这个项目 让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就发展越来越好 其实那个作为menter CommitLoss是一个我相对比较省心的项目 就是基本上我进去以后呢 因为一些原因对吧 我会参与到这个社群的代码编写 然后有一些那个早期的committer 可能跟我有比较大的关系 我会带他们进去 那么像王源说的一样 中间有一段时间呢 确实因为那个新人他不一定 你看他讲到那个Twins了解的是构建 了解的是一些代码风格的东西 但他可能对于这个项目 他的那个利益跟未来的发展 并没有那么的熟悉 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就可能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 大家来理解 因为我们做开源项目呢 更多的还是项目本身 它的定位跟它的方向 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这个东西 自己能够去告诉这个社群下一步要做什么东西 对他就能够平滑的往前去发展 整体大臣的KVROX 我没有感觉它是什么困难的一个项目 谢谢 谢谢 你好 我有个问题是 前面也提到 那个KVROX 里面有很多公司的开发者在里面 那如果有没有遇到过 比如说公司的对同一个需求 它的发展方向是不一样的 然后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其实是之前遇到过一次 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复发气质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公司给我们提交了一个 就是半同步的功能 但是当时最后那个功能 其实是并没有合入到主干里头 一个是自身的那个功能的实现 我们觉得是 性能上是有些问题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当时会觉得 我们可能后面也不确定 我们这个的年化的一个方向 首先是Resist 它是一个这种一步复制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我们知道现在就是 大家是数据库 采用RUFT去做的 那种数据同步 所以当时呢 我们就是 机缺是有些分歧 它们内部的版本是使用了它们的半同步 而我们社区的其实并没有去采大 不过沟通下来觉得 其实它们也是能够接受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在那个 INCEO下面或者是 在它那个PR下面 也去说明一下我们对 东西的看法 然后后续进入 画期之后 像这种讨论全都是 大家全都是 方向都是比较一致的 在画期上 其实也不是都是一致的 比如说之前 Tyson老师刚刚也提到了 有些新加入来的同学 可能是更多的想做非常 有些非常 但是在实际环境中 可能用不到 比如说之前我跟Tyson老师 有一个交流 比如说Tyson提交的一个 这种压缩的方式 就是这个有没有意义 其实在我们实验中 真的没有听说过那种方式 但是那个其实 也可以作为一个功能的方式 但是我们最后 其实那个功能 没有去合并 是因为其实是 还要是真正的去在乎客户需要什么 用户需要什么 我们再去做什么 这样是比较有价值 要不然做了没用 可能真的是用户在用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bug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尴尬的事情 明白